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Gelie V临时小学校,夏日原理2021线上原理真能营,我是这个单元的分享人子余,那在slack上的账号是ky,如果有任何关于新参者的问题,欢迎扫描这个QR Code,那加入Gelie V的slack留言,那也可以私讯我或者是其他的讲师,那如果有兴趣制作帮助大家在 呃,大家呆在家里啊,避免群聚的小工具的话,那也欢迎加入这个stay at home频道,那这次原理真能营的office hour会在,呃,我的office hour会在7月24号的下午1点,那欢迎大家就是来参加来聊聊天,那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子余,那用三个关键字,自我介绍是Gelie V的传统,对,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子余,那用三个关键字,自我介绍是Gelie V的传统,对,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子余,那用三个关键字,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子余,那用三个关键字,自我介绍是Gelie V的传� 我介绍就是不务正业法律人,然后不会写程式也能参与,跟散播欢乐,散播爱,那在Gelie V主要之前做过的专案有像V台湾啊,或者是这个,呃,Gelie V宅在家书才相共比,然后跟就是最近又挖了一个新的坑是政党的美食地图,那还有一些其他基础建设和坑,刚刚才,呃,才刚搬到就是美国,美国矽谷, 那欢迎在西岸有兴趣参与Gelie V的朋友,也可以跟我联系,宝马登工商,对,那这个单元呢,要介绍的是Gelie V新手村的第一个协作专案实力分享,俗称最接地气的Gelie V专案,Gelie V宅在家书才相共比,哈哈,呃,前面的单元我想就是大家有参加的话,呃, 都是一些比较关于协作的方法论的部分,那今天我们要来讲比较经验分享的部分,那相信就是会来报名,就是Gelie V原力真的赢的朋友,应该多多少少都怀抱这一刻就是说,呃,想要让世界变得更贴近自己理想的样子的一股热血吧, 那像我个人小时候呢,就可能就是少年漫画看太多了,那就觉得,呃,看新闻啊,什么,点书啊,常常会有一股无力感,就是你想做一点什么,啊,怎么会这样,那就是想做一点什么,但好像又不知道该做什么,那,可是呢,回到家,就是,呃, 呃,理想就很丰满啊,现实就是很骨感的,每天生活都已经很忙碌了,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参与一些公共的一些,呃,议题这样子,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朋友,那这个单元的专案就非常非常适合你,所以我还在共産,哈哈,那就,呃,吃,吃个水果,吃个蔬菜,休息一下,就来开始介绍Gelie V宰菜家,蔬菜香共比哦!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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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欢迎回到Gelie V新手协作案例分享,是Gelie V宰菜家买菜共比的单元,那这个影片呢,主要就是要跟大家介绍这个Gelie V宰菜家买菜共比,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跟他, 的一些介绍,那,呃,我用一幕分享一下,稍等下下, Share screen, share screen,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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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吗有吗,有吗, 好,耶,那,那, 好哦 这就是GTV 在家买菜供品下的样子 没错 它就只是一个Google的 一个试算表 试算表是很强大的 对 那是使用Google试算表的好处呢 其他GTV还有也很习惯使用 就是像是HackMD 或是其他的一些协作工具 那更早以前甚至有一个叫HackPad的一个 非常好用的线上笔记本 那很适合大家一起来协作 但选择使用 就是Google试算表的好处是说 大部分就是比较没有在参与社群的朋友 那多多少少在工作啊 或是一般平常在学校的时候 可能都有使用 多多少少有使用过Google试算表 那再相对起来说 它会更容易就是让一般的就是朋友 就是更容易去参与哦 更容易上手这样子 那坏处的话就是说 Google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跨国大公司嘛 所以这个就没有开源 好那我们要怎么来使用这一个 就是贡笔呢 那简单说 如果你只是要 就是你只要买苏菜箱的人 其实就只要点这苏菜箱 然后就是看一下就是 因为这边会有写的业者是谁啊 然后蔬菜的 就是这个蔬菜箱叫什么 每次有些业者他可能出好几种蔬菜箱 都不太一样的 然后还有那内容物大概有什么啊 那就可以看看 就是说你什么菜啊 你不喜欢啊 那如果有你不喜欢的菜 可能就可以考虑不要使用 就是不要购买这个蔬菜箱 那最低的费用会是多少 那如果是用编辑模式的话 这边其实是可以用sort 就是用排序 就是可以排就是哪一个比较便宜啊 比较贵这样子 那可以先找到适合自己的 那还有就是是不是可以单次购买 跟它最快载配是什么时候 跟一些配送的限制 像很多像离岛的朋友 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很多货运 其实是不送到离岛 或者是要加价的 那后面就是有保留艺兰是开箱的感想 那让就是一些 一些有 有就是购买的朋友 他可以在这边分享 就是他们的一些 就是购买的感想 那甚至是有蛮多小编都会上来 就是回复说 他对于这个 就是可能困了有些不满 他们就回来回来回游 那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沟通 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还蛮有意思的 那如果你是就是需要使用这个表战人 因为他现在已经有点多了 那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按 孔厕加F 然后就是打自己喜欢的菜啊 什么 例如说我喜欢 我喜欢什么菜 我最喜欢铜蒿 那就打铜蒿 就会看到 哦 这间的是有卖三铜蒿的 那或许就可以考虑看看 这个产品 对 那说菜箱的使用方式 大概是像这样子 那其他还有就是像 呃 后来新增的 就是急着煮跟自选食材这边 那急着煮就是给 就是很急着需要买到菜的朋友 那也有一些大厂牌的 例如说像 呃 家乐福啊 或是一些外送平台 也都有被收入在里面哦 然后也有一些 呃 有补充一些就是那个 折价券 对 那可以让大家去使用 折扣嘛 那也欢迎大家去更新 这些折扣嘛的部分哦 那还有就是呃 一些后来陆陆续续 因为疫情的呃 变得比较严重 所以也有蛮多店家 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呃 亲亲自送呃 送餐的服务哦 那所以呃 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服务 就是有提供这样服务 店家也会被我们登进来 在这个区域里面 那因为这个区的 还是比较少一点 那主要也是 双北市的比较多 那欢迎就是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来参考看看 也有就是什么 高雄市之类的 然后买菜 那另外的话 因为呃 也有很多朋友 是不想要这样子 就是一箱东西来 那也不知道是什么的 那这种朋友就可以 推荐你选 就是自选食材 这一区哦 那这一区就是 任何在网路上 可以买到生鲜的 电商 或者是 只是个Google表单的 的店家 都可以在这边贴 那也就是 欢迎小农 他们去设立 自己的Google表单 然后放在上面 直接从产地 到餐桌 这样子 那呃 目前其实不只 不只有蔬菜啦 不只菜 那也有一些 就是水果啊 甚至是像咖啡豆啊 或者是茶啊 这些东西 那都有店家 或者是一些呃 很怕自己的爱店 就是担心爱店存亡的朋友 像我自己就蛮担心的 那把他们的爱店 就是贴上来哦 那也欢迎你 就是把你的爱店 就如果他有在做 外送的服务的话 也可以把它贴到 这个地方来 对 然后 另外的话 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贡献者 自由迁道的区域哦 还有就是留言区 那会出现这个东西 主要是因为这个 这个共笔一开始 共笔顾名思义 就是大家一起来写嘛 但是大家一起来写 那怎么知道 哪个地方是谁写的呢 那就希望大家 可以在这边 就是稍微 稍微提一下说 哦 我这种更新了什么东西啊 然后这样子 我们就知道说 哦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就是都在跟我们 一起制作这个共笔 这个共笔不是 不是我一个人的 那他是非常非常多人的 努力一起 就是集结在一起 呃 集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完成这个东西 那呃 非常非常感谢 就是有参与这个 共笔的朋友 那 呃 就是 不一一唱名 大家可以就是 仔细地观赏一下 在瞻仰一下 这样子 对 然后下面有 就是就是 这是一开始也很有趣 就是一开始 其实并没有设这个聊天区 那 就是 GinnyV的那个 揪松船的 贝斯 呃 贝斯他就在上面 留了一个言 他就说 我不是贡献者 但是我觉得 就是谢谢大家 之类 那我就觉得这样 非常的温馨啊 然后那这样子 如果呃 贡献就是有其他贡献的朋友 他们应该也会觉得很开心吧 所以就 新增了这个留言区 那这留言区就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留言 那也有一些就是 呃 例如说有些朋友 他可能本来有看到一个蔬菜箱 后来那蔬菜箱不见了之类的 那 大家会在上面交换一些心得跟意见 还有感想 那就觉得这样子还蛮有趣的 就是 就是有些交流 那比较可惜的就是因为Google表达 他天生的限制哦 所以 就比较难 就是像 呃 像Facebook这样 就是可能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人 是在干嘛 他是谁啊 这样子 对 但是匿名的关系 所以也导致可能 有些人他比较 呃 害羞的 他就可以就是随便写歌 大家也不会知道他是谁 这样子 那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留言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呢 呃 因为 因为本来这个表单 是完全开放给所有人 去填写的 所以就 中间也导致一些 就是资料被误散啊 或者是一些朋友 他可能就是放的连结 是一些 呃 有 就是有转贴 股份的 这样子一些连结 那所以 所以我们就 改就是 用了一个 我要推荐店家 那另一方面 是说有些店家 也反映说 他们可能 就是不是很习惯 或者有些小农 他不是很习惯 就是 呃 Google 试算表 这样子的一个填写方式 他有点看不懂 到底要写哪里啊 或者怎么写 这样子 那有的时候 其实更新的 因为现在表单也很长了 更新在后面 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会 看不到 那 就 改做了这一个 这一个表单 就是店家推荐表 让大家可以在上面 就是新增一些 呃 就是如果他是 只要是可以订购食材 业者都可以上来写 或者是你其实就担心爱店会死掉 但也可以帮就是你所 心爱的小农写 对 然后也有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店家 或者是担心爱店 爱店就是无法撑过疫情的朋友 在上面留言哦 贡献这样子 那我们都会把它登录到前面 就是适合的区域 像他如果是72小时内到的话 我们都会放到72小时内 那也会放到自选食材这边来 然后还有就是蔬菜箱的朋友 会放到蔬菜箱这里来 对 那使用大概分就是这几种 所以基本上就是买菜的人 那想要贡献的人 跟就是你是店家 或者是你有想要推荐店家的朋友 都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来在家买菜工笔 那不用一个一个点进去 你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大概有什么样的产品 有什么样的店家 你可以去使用 对 大家可以妥善运用 Ctrl加F 那就可以查到更多的 就是筛选更多的资讯 那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这个表单其实跟平常的 那个Google试算表不太一样 那这个表单是围堵 Google试算表有一个围堵的功能 那它有一个会给一个网址 那你只要就是分享 这一个网址给大家的话 没有要编辑这个 这个网 这个购笔的人 那他就可以直接比较 快速的就是 不用loading那么久 看到里面的资讯 那也不会因为就是 线上可能同时 编辑人数很多 导致就是他 他看到一般的东西不见 或者是他误散一些东西 这样子 那这个是有社区朋友 在我们一开始贴出 就是这个 共笔的时候 建议我们就是 使用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做的 共笔啊 或者是资料整理 就是也是太多人在线上的话 那也可以考虑使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 那在 然后在 在在就是说明页面这边 再加上一个就是参与编辑的按钮 让这些真正想要去参与编辑的朋友 可以就是透过这个按钮 就是来到就是编辑页面 那还有一个还蛮好用的功能是 就是Google有一个就是可以去保护这个表单 或者是保护工作表特定的一个范围的一个功能 那你就可以把这些地方锁住 然后让其他就是飞儿的命账号 就是其他人他不能就是随意的更改 或是他比较不会不小心去按到 就把资料删除了这样 那另外呢 我们也非常推荐就是 就是曾经买过一些蔬菜箱的朋友们 可以到就是这个脸书社团上面 这个是Google他为了怕就是有些人提一些危险的连结 所以他提醒你一下 就直接点这个连结就可以了 那会跳到就是我们在在家买菜贡笔的一个 就是脸书社团 那最早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这边贴一些 就是你觉得还不错的蔬菜箱啊 或者是蔬菜箱送来了 天哪怎么会长这个样子之类的 可以来分享一下 对那不过因为现在目前使用的人比较少一点 那大概就是有800多位朋友就是已经有加入 可是主要比较多贴文的都是商家 那也很欢迎就是之前有就是买过蔬菜箱啊 或者是只要是线上生鲜的这些朋友都可以来这边贴就是照片 非常简单对吧 那后来大概每天使用人数大概会同时大概有五六十人在就是编辑页的线上哦 不过因为比较可惜的是我忘记也不是忘记啊 就是有点纠结就是到底应该要放呢 还是不应该放呢 就是Google的那个流量分析哦 因为毕竟这是在收集大家的资料嘛 那就是想有点想了解说到底多少人看啊 可是又觉得说哎那到底放这东西好吗这样子 所以纠结了一下后来就没有放这样 不过之前观察到的话大概是同时在线上会有五六十人哦 不过因为现在已经就是疫情已趋缓 然后所以线上的人变得比较少一点 那这样也是一件好事吧 那之后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把连结传给就是有需要的朋友 那也欢迎就是上来编辑或者是创造一些属于就是你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共鸣 就是坑主就是你 你就是没有人 对 那回到就是上一个单元 如果各位好孩子们 就是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 就是如果有好好的就是看就是我们 呃Peter的分享哦 就是说呃万物的起源 那如何开启开启一个专案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问题 就要找到你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意识哦 那呃Ginni V的那个宅在家买菜贡笔 分享一下就是最初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那其实就是这个故事有点无聊 其实不是无聊 对就是其实就是在大概五月十一十二号左右的时候 啊因为疫情爆发了嘛 很多人开始居家办公 那我们家也是 疫情发生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是逮到机会啊 就是疯狂的囤物 囤购物啊囤货这样子 那我我爸爸就是我爸就是其中之一啊 很害怕就是之后会封锁之后就没有办法购物 那大家就会没有东西吃 所以他就为了大家就是冒着这个染疫的风险 然后就是为了全家大小就是出门去购物才买 但是那那面对这样子就是市场大卖场的感染足迹越来越多 那就会令人就是每这样的状况就是每天会令人很担心哦 所以我们套回就是Peter在前一个单元提到的说 如何找到问题和目标 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从你的生活周遭其实是最容易的 那毕竟因为这是我们的切身之痛 那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问题嘛 就是如何降低就是因为家人出去采买 可能会遇到就是跟感染者跌兔的一个风险 那这个问题其实他的解放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种 例如说我们其实可以天天叫外卖啊之类的 对那可是呢因为就是每个人家里的状况不太一样 跟习惯不太一样 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从4月 从5月14号开始一直焦虑一直焦虑 对那不过就是往往就像Peter说的 就是那个实现目标的想法 就是通常都是灵机一动 那就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 避免就是长辈出门的方式 就是我们把冰箱塞满 他们就不会出门了 因为他们就会忙着把冰箱的食物吃完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买一个蔬菜箱 那他们就永远都没有办法出门才买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是基于他们的购物习惯 因为其实说真的 就我观察的状况就是长辈其实也不是 他们其实也不是不会害怕 不会担心 他们就是觉得说 但是他愿意为了家人冒这个风险去采买 然后他遇到的障碍就是一个是他没有办法 就是用使用网络去购物 因为他可能觉得蔡没有看到 他没有办法去信任这样的店家 一个就是对店家的信任感 那第二个就是说价格的问题 就是说他觉得网络上卖的东西一定比较昂贵 那再加上资讯非常零散 就是各个可能各个各个就是做农产品的电商 他们都有自己的网站 然后都有自己的蔬菜箱的内容 然后都有自己的就是运费的一些规定 那各种规定其实非常的就是零散 不像就是外卖 就是可能像一些大型的就是外送平台 他们比较一目了然这样 然后就是到了大概5月18号的时候 因为进入三级警戒之后 很多的就是学校的营养午餐都停止了 因为停课的关系 所以导致一些就是送就是专门提供 供应就是营养午餐的这些农友 他们可能就是面临蔬菜可能会滞销的一些问题 那就有很多的社会企业啊或是农会 在协助他们发信用稿 然后跟处理一些物流的东西 就是把这些蔬菜弄成一些一箱一箱的蔬菜箱 然后提供给就是有需要的家庭去使用 那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这蔬菜箱的新闻就 就觉得那我可以来订蔬菜箱 其实这时候还没有想到说 我们可以做这个供笔 就是自己开始整理 就是为了说服长辈 一开始其实这个工具是自己要用的 但是做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说 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东西开放出来呢 就是跟一般G20V的供笔一样 我们只要把它开放出来 那就有更多的人可以把他们所知道的 或许更好的一些 可能对可能是小农啊 或者是产地直送的这一些农友 让他们的产品能够更被大家看到 不用透过一些大型的连锁的一些平台 那也同时就是可以让就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家庭 或者是想要尝试看看的就是朋友们 他们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能够让他们改变他们行动的模式 跟改变他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一些 采买的一个方式 那去降低就是不是只有我们 不是只有个人去降低这样的风险是不够的 因为要降低病毒的传播并不是只有一个人 就是不要买东西不要出门就可以处理了 那它是需要大家一起就是都这么做 那我们才能去形成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这个东西 一定要让大家一起来就是可以很方便的去贡献 然后可以就是一个是必须让大家很容易贡献 让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到需要的东西 然后跟就是内容的部分 对然后就是很多的专案其实都是从这里开始 就是自己的问题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 那只要我们就是开启了一个专案 其实这就是你找到一些跟你有一样问题的伙伴的一个过程 那越多的人就是参与这个坑 坑就是专案 越多人参与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问题被处理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对 那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我所 就至少在我个人遇到的问题就是 长辈他不愿意用使用就是线上购物的原因 就是一个是价钱他不知道到底会是多少 所以他很不明确 那也说可能好一点的产品他愿意花多一点钱买 可是他不知道到底产品会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可能需要先了解他才会愿意去行动 那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不熟悉网路的界面 所以这两个部分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共笔的话 或许都可以去解决 那就由就是我们自己来做一个订购的动作 那在我们开启这个共笔的时刻呢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我们的想法 就是啊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问题 转成一个行动的一个瞬间 就是我们把这个只是想说啊怎么办怎么办 这样子的一个焦虑感化为一个行动 就是我开始去整理很多很多不同平台 不同网站上面的出菜箱的内容物 跟他的价钱 跟他的就是运费的一些规则 那那就是把它统整到同一个Google spreadsheet 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部分 就是这样子的行动 然后去把这个东西在很早期 就是我一开始丢出来的时候 可能只有三四行 对那有些还是卖完了出菜箱 对就先把它丢出来 那就有一些朋友他们看到 然后就他们也对出菜箱有一点兴趣 他们也对于这个就是怎么样 让大家减少出门采买的风险 这个议题是觉得重要的 那他们就会来参与 那所以我那天回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大概有七八八九笔了 那就是像Peter他也有参与啊 然后还有一些距离V的朋友 对那那代表说 这个专案应该是 大家会有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决定 把这东西整理的更完整一点点 然后就把它丢到距离V的slack 跟距离V的后期中心 那这样做的目的呢 一个就是说 可以得到早期使用的一些回馈 就是说大家如果看到了之后 这个怎么都卖完了 因为那几天开始出菜箱的销量 变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比较一些知名的就是品牌 像什么 先不要这样 对就是像有些知名品牌 可能就很快就被买 可能就被买光了 对那所以就是一方面是 有更多的人他就会 把他们所知道的觉得还不错 或是一些本来就有在使用 这些服务的人 他们就会来给一些回馈 那就是说那或许怎么样 比较好啊 那或者是说像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把Google的表达 那不是Google表达 Google的那个Google spreadsheet 直接丢出去了 Google的试算表 直接丢出去的 但是这样子一来 可能会造成很多 不是很熟悉这样见面的朋友 误删一些资料 所以再加上就是流量 就是突然提升的关系 那就由设计人朋友建议 所以我们就可以改成 微读的一个就是界面 对那就这样子 一点一滴的 因为不断的丢出来 那就让大家可以去做一个 回馈的 耶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 就是比较初步的雏形的贡敌了 所以下一步就是可以让他在 试图让他在长得更大 扩散给更多的人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去使用 然后进而改变 就是大家的行为模式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减少 就是出门采买的风险嘛 所以越多人知道 其实就可以越 就是让这个东西产生一个效果 那扩散的管道 其实不外乎 就是大家就是想来到的 那些什么Facebook啊 然后或是一些粉专啊 社团啊 其实都可以去问问看 能不能张贴 或者是像距离V的后勤中心 就很欢迎大家 就是把自己的专案 就是贴上来 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使用 然后这个因为刚好 就是书太祥就是变成一个 有点像那几天的新闻 比较常录出的一个字 那所以就是大概隔两天后 也有一些媒体陆陆续续开始报道 那这个时候其实 回到刚刚我们的蔬菜箱本身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有说过 我们在说明的那一边 其实就有写了很多 就是关于说这个 共笔怎么样参与 以及就是他的 距离V的就是一些宣言啊之类的 那其实这样子可以帮助 就是写稿的这一些记者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 想要推广这个东西的一些朋友 他们可以更快的去了解到说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在做什么 那他们就不用来访问我 也能够去把这篇报道写出来 那就可以更快速的 那而且不会 你的原意不会被扭曲的方式 吸引更多人来参与 那后来也有就是像 纯杨也有去分享 那所以导致流量又进一步的 有往上升 那好像还有一些妈妈群组 在转传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共笔的一个连结 所以其实很推荐大家 如果能够先把一些文案啊 或是分享的方式写好 然后放在说明页面的话 其实就可以更加速 这些事情的进行 然后写报道或是写推荐的这些朋友 他们也就是不需要再去问东问西啊 然后他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内容 那其实就是说提供人们就是方便去参与这个专案的管道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只阅读 就是只看这些资讯的人 他是他方便去扩散 或者是他觉得他的朋友会需要的那些人 他们有一个方便扩散的形式 比如说你已经是一篇有说明的贴文了 然后或者是你有附上就是一些图片的话 会更加的让他们容易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提供资料的人 他比较方便编辑直接编辑 那是因为一开始有写下贡献者的名字 以及我们使用的工具 可能是他所熟悉的东西 那就会让人们更容易 就是降低人们去参与的一个门槛 那第三个就是说协助整理的人 就是他为了要了解说 他有怎么去帮忙的话 那你需要在前面先给几个范例 然后让大家了解这个规则 那最后我觉得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留下贡献者能够去留下他名字 以及就是留下他的可能一些感想 或者他想说的事情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是所有的专案 那唯一能够回馈给就是所有贡献者的一个事情 因为大家都自古嘛 包含我在内 那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把荣耀归还于就是所有的贡献者 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 像之前印象最深 是以前曾经做过一个 是协助日本在去年3月的时候 把就是他们东京都的COVID-19的一个dashboard的网站 然后就是翻译成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一个Google 也是用Google spread去做的一个共笔 那那时候我就是突然 因为开了那个共笔之后 我就突然想到 那我觉得因为我找了很多益者朋友来帮忙 那也是就是希望他们也能够透过这样子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他们的贡献 所以就灵机一动也是灵机一动就开了一个tab 就是写说请贡献者留下他们的名字 然后没想到就是AU汤凤 他就也来就是帮忙翻了翻体字的部分 然后在上面写了汤凤 那瞬间就是就有日本人发现这件事情 那就渐渐的扩散 然后后来就变成去Gihub那边 然后有很多的人 就是更多的人发现注意到这个东西 其实有人在帮忙有人在贡献 他不是突然某天突然长出来的 他是真的有血有肉的 就是人们朋友热情的人们 就是去贡献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留下贡献者的名字 更尽可能的 因为这是碍于这个工具的一些先天上的限制 就我们没有办法去标出每一个 每一个是谁写的这样子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留下贡献者的名字 那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去回馈给贡献者的一件事情 对那软性的留言 那也是可以整天一些就是社群的一些就是氛围 就是维持一个欢乐跟温馨的气氛 那毕竟就是大家都只是想要来帮点忙 然后或者是同时也处理自己的问题 对那这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让大家能够持续贡献的一些动力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 大家的留言会让我更想要 就是把这东西弄得更好这样子 对那这次其实也有几个想要比较 算是说觉得好像没有做到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那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以后大家在开启一个新的专案的时候 或许就可以注意到这些小地方 那之后就是或许可以有更好的做法 那这是我觉得做的最可能可能比较漏掉的地方 就是说我比较晚才开始开就是贡献者的一些线上的 就是因为现在也不是时期啊 就是一些线上的讨论会 那其实如果可以更早的就是有一些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然后大家坐下来一起在线上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怎么修改这个东西让它更好 那或许我们可以凝聚出就是一股就是对这个苏太强 就是你更愿意贡献的一群朋友 那在这其中可能就会认识更多的有热情的新朋友 对那这个是我比较晚才做 然后也只办了一场 那大部分都是GV的朋友来参与 可能是我发布的地方 发布的比较晚的原因 那就是这个也非常有趣 就是我们在GV Slack里面的Stay at Home的那个channel里面讨论 就是关于怎么样 就是有些朋友因为陆陆续续收到了他们订购的蔬菜箱 然后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照片放在就是自己的脸书上 或者是私讯传给我 那我就觉得说这些照片其实是更容易激起大家想要 想要买就是想要就是订购或者是不想要订购的一个就是决策的一个关键 所以所以那时候就有点犹豫说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些照片 像是开个IG呢 然后还是怎么样 那在slack上面就有就是网友就是推荐说 那不然我们就开个Facebook的社团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里面去贴一些就是他们自己买的蔬菜箱之类的 对那我觉得就是蛮好的 所以后来就贴 然后在那天我只是先把Facebook开好 然后就有社群的朋友豆腐跟就是Peter 他们两个就咚咚咚 Peter是台大台湾大学的就是一位法律系的学生 然后那个豆腐是一位高中生 那他们就Peter先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版的主视觉 然后再来就是豆腐是设计师 他就非常非常快速的把就是图给做出来 然后就是觉得啊天哪这就是社群写作 对就是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就是他们也不用问你说 诶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啊我可不可以做那个啊 就是他们就是直接把东西做好 然后就说诶我做好了你可以拿去用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就是GINV社群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惊奇总是不断的出现 就是你只是做一件小事而已 但是就有很多很多人后来帮你 那你就会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那就也把这东西分享出去 然后看能不能帮助更多的人 对那第二个比较遗憾的就是就是没有装 也不是遗憾就是没有去好好的统计 说到底有多少人使用过这个东西 那就比较难就是去了解大家就是实际上在遇到的问题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那中间的纠结就是 如果我前面有稍微提到的就是 有点不太确定大家对GA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所以就后来还是决定没有中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治理机制的部分 那因为治理机制会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中间就是就是发现 就是因为有些人会不小心闪到别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有些社群朋友就发现到说有些连结 就是有被更换成就是可能是就不是恶意连结 但是可能是他的推荐的连结 就是就是他推荐可能可以拿到一些refer的一些奖金 对那我们就决定要先把它先把整个就是供笔关闭 然后就是仅供检视 然后才就是先把就是大家已经写好的那个就是连结的部分先锁住 那新增的部分才新用了那一个Google表单 让大家可以通过表单的方式去填写 就是不一定要直接去编辑那个试算表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个人比较纠结一点 因为就是 还是 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 就是大家很有创意的 在表单上面去 做各式各样的工作 例如说 用不一样颜色写字啊 或是在后面留一些言之类的 那如果把整个表单锁住 或是只允许 就是有经过授权的人 就是才能去编辑的话 那会比较导致 就是大家参与的门槛 就会提高了 但是反过来说 就是因为之前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完全没有锁 所以就导致很多人 就是会不小心删到 或者是可能会 他编辑到一半 然后东西就不一件 那我就因为我要一直回去 就是看那个编辑的记录 就是编辑履地 然后去复原的前一个版本 所以其实大家 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如果开 就是完全开放编辑的话 会导致大家把东西 就是不用担心 因为大家会就是乱编辑之类 因为其实还是可以 用还原的方式 还原到上一版 那只是说 在这中间的一个平衡 我觉得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抓到很好 对 那就是我觉得可以 就是社群后续 可以陆陆续去讨论的 一个部分 然后现在的话 就是Facebook 比较有点 就是因为我个人 就是个人生涯规划 所以就比较没有办法去 就是继续在台湾买出菜墙 所以就没有办法看到 就是目前的一些 新的出菜墙 我就没有办法贴 新的出菜墙的照片 所以就导致社团 可能比较多 是一些业者 在贴他们的产品 那这就有点可惜 因为不希望这东西 只是一个团购的 一个网站 那如果对刚刚的这些问题 有些想法 然后或者是说 想要讨论的朋友 也欢迎您加入 就是 Gulie Meem 宅在家买菜贡笔 的Facebook频道 或者是Select Channel 那或者是在Office Hour的时候 来跟我讨论都可以 说了这么多 不就只是整理资料而已吗 对就是这样 但是 但是BUT 就是这个BUT 整理资料呢 可是很强大的 因为 一周你只需要花个 五分钟十分钟啊 那你就可以让 你就可以参与 而且你可以让很多人来参与 甚至是开启一个新的专案 那在这边来破解 大家几个 对Gulie Meem 专案的迷思 那第一个就是 好像只有很厉害的 工程师才能参加 对 对 就从刚刚到现在 大家就会发现 我就是个 呃 程式写不出办法 那么刮 但是 只要你愿意 就是 呃 只要你会打字 其实 甚至是不会打字 只要 会就是分享 资讯的话 其实就可以 就是 参与Gulie Meem 然后 帮上非常非常大的忙 然后 呃 第二个迷思是 好像都是 呃 很敏感的政治议题 叶叶 就是大家看到 临时小学校的这些课表演 就会发现 其实甚至 呃 从买菜啊 到wikipedia 就是Gulie Meem的 就是涵盖的 专案的类型 非常的广 跟大家 就是从大家 日常生活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产生的任何需求 都可以产生出 就是跟Gulie Meem相关的一些 专案都可以拿来提案 只要你有想法 就是都可 很欢迎大家 就是来跟大家一起协作 那第三个是 我没时间 噔噔 对 因为像这个共笔 可能 一个 呃 我今天刚好有空啊 那就来帮忙看看啊 帮忙改改 这样子 其实这样子 就帮上非常非常大的忙 我们只要有10个 20个 30个这样子的朋友 那其实 呃 东西就会越来越完整 那 呃 就是真的非常感谢 参与的大家 那其实一般坑主 也不会说 啊 你已经参与我这个坑了 你就永远要在这个地方 为我劳动 就是 劳动 劳动是狗屎 那 呃 大家就是 只要在自己 行有余地的范围之内 来参与跟贡献 就可以了 天啊 我好像知晓 对 那 呃 再来要说 共笔的好处 小学啊 小学老师 不是常说吗 你浪费了全班一分钟 就是害全班浪费40分钟 那 你花一五分钟 在共笔上面 就是省了100个人 500分钟 去找那笔资讯 的时间啊 是不是赚班了 哈哈哈 那呃 除了 买在共笔以外 就里面有很多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共笔 那第一个当然最有名的是呃 318的时候 呃 一些社群朋友做出了一个就是资讯整合平台 把不同地方的呃 可能是直播的画面啊 或者是一些呃 新闻稿的一些资讯 全部都整合在一个 tech folder上面 那再来的话就是像八星城报的时候啊 啊 那也有就是社群朋友直接呃 我今天好像tonyq吧 就直接在呃 geneb的后勤中心的脸书社团上面就是 贴了一个就是这些了几行的贡笔 那再来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呃 就是呃 在上面就是去整理就是给呃 可能是给家属的资讯啊 或是住宿的资讯啊 甚至是给一般人说呃 捐血的资讯啊 或者我们可以帮上什么盲捐款的资讯之类的 都整理在同一份的贡笔上面哦 那再来就当然就是呃 台南大地震啊 花莲大地震或者是之前普庸马出轨啊 自强呃花莲的就是之前火车掉下来的事情 对也也有就是社群朋友在呃 联署社团上面贴获得到几时的资讯哦 所以其实光是会打字会懂 就是或是懂第二外文 其实就可以帮助帮上很大的一些忙 那同时呢 又我们就可以把焦虑化成行动 因为在其实在一些紧急事件 尤其是在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啊 像呃刚刚提到的这些事件 那或者是说现在这个疫情的 大家都在家里的一个期间哦 那其实有些呃 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蛮焦虑的 那只要除了焦虑以外啊 那你就会一直想要获取新的资讯 一直看新闻啊 然后一直刷脸书啊 然后或者是看YouTube 但是呃 那我们不如就是我们就卷起袖子 做一些就是大家 每个人都能够简单做到的事情 然后让更多人能够来参与吧 耶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开源 对 开源协作的好处 有点像指向 对 开源协作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想一个呃 在发想一个状案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等到它变得非常非常完美 我们才把它丢出去 我们可以只有两行字三行字 一个想法一一则讯息 就直接把这个想法丢出去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跟你有一样想法 或者是跟你一样觉得这个问题 非常的需要被解决的朋友 他们就会跟你一起来参与这个东西 那大家才能够及时广义 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好 那也不用担心很害羞啊 我东西还没做好啊 那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很不完整 那他们会就不喜欢这个东西 因为 大家藉由参与 就是你看这个 这个买菜 宅在家买菜供 也是经过了反反复复的 就是很多的朋友来给一些想法 那我们陆陆续续的 就是把它弄越来越完整 那甚至是我们也欢迎 就是大部分的军运专案 也欢迎你就直接 你即使不是坑主 你就直接下去做 就是缝取一个出来 你就可以自己做你想做的版本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越早丢出来 可以越早和大家一起 让事情变得更好 那万事万物皆可共笔 就是协作史与共笔 欢迎大家先 如果想要行动的话 可以先从共笔开始 那它可以帮助就是想要行动的人 可以厘清下一步可以需要的一些资讯 然后让想行动的人更容易就是贡献几利 让关心的人们啊 就是可以更容易了解就是情况 那你就是没有人 感谢大家听到这边 祝大家都能够成为 就是兴趣时来的公民黑客 那我们在7月的24号的office hour再见 拜拜 那因为今天是新手村的教学 而且因为我们好像必须要出作业 所以呢 那对于第一次参与Gunnyme的活动 或是说一直想要参与的朋友 那常常大家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我是谁我在哪 我到底要干嘛 这样子 那不管你是有参加过时期活动 或是有参加过现场活动 还是只有就是加入stack 或是都没有只有听过都没有关系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就是阿信说的吧 如果自己没有梦想 没有坑的话 就只要有梦想 有坑的朋友一起做梦 那就会过得更快乐 对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 你要怎么去找这些坑 那第一个呢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参加Gunnyme的活动 Gunnyme呢 每两个月 会有一场就是黑客松的活动 不要听黑客松听起来很可怕 但是黑客松其实就是一个 大家聚会的场所 这样想就好了 对就是你花一天的时间 可能帮一点忙 然后早上呢 大家就会开始说 就是有一些提案的朋友就会来 他们就会说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那你如果觉得听起来不错 你就去找他 然后聊聊 就觉得这个想法可行 然后就觉得 这东西我可能可以帮得上吗 就是大家就先从找资料 跟收集 就是共笔这件事情 开始想就好了 就是你找这个人 你不一定要帮他写程式 但是你可以跟他说 那我有听说过什么 什么样的资料 或是我可以来帮忙找资料 关于你这个专案的 可能已经有别人在做这专案了 或是有可能 就是这个专案是需要收集资料的 那只要你会上网 基本上呢 三岁有点难 五岁小孩应该都可以帮上忙 对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开 就是 就是那第二个就是 找到线上的专案 就是有些专案 他虽然他不一定有去黑客送提案 但是他可能平常 就是都在就是线上活动 那也可以直接到 GinnyVslack的一个 有一个自我介绍的channel 叫selfintro S-E-L-F-I-N-T-R-O 对 去做自我介绍 或是直接很单纯 就在GinnyVslack上面 就是在GinnyVslack上面 自我介绍 然后说 我想要帮忙 但我不知道去什么样的坑 那其实就会有一些友善的朋友 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这里很缺人啊 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 那大概就可以有一些方向 那可能会是你有兴趣的东西 那最近比较夯的 就是一些COVID-19相关的一些专案 那大家也可以直接上 就是那个GinnyV的COVID-19资讯整合平台 应该叫这个名字吧 对 直接上这个共笔 那就可以看到 就是目前跟就是 疫情相关的一些专案 那其实就只要动动动过去 然后跟他们说 我想帮忙 这样就可以了 对 那有些专案 他们会固定办一些实体的小松 那也可以透过他们的 就是网站 或者是频道 去了解说 现在有什么样的活动在进行 那GinnyV的官网上面 也会把大家的小松的活动时间 写在上面 所以可以去看 订阅那个Google Calendar 那就可以获得 最新的一些活动资讯 那再来一个秘诀 就是去找旧的以前的专案 那这个网址 QR Code 是整理的 就是过去曾经在黑客松上面 提案的这些专案 那你也可以试着 让这些专案复活 或者是去找到那个专案的坑主 那继续去把这个专案延续下去 这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最棒的就是 你也可以去提案 创造自己的一个新的专案 那所以今天的作业 我就会放在表单上面 那大家可以尽情的妄想 不是妄想 只是尽情的想象一下 就是如果是你的专案 你大概会怎么样去进行 那也可以以就是我们这个蔬菜箱 不是蔬菜箱 买菜贡笔 GNV的宅在家买菜贡笔 这个专案为 这是一个练习的一个范例 那就是在上面留言啊 然后或者是你们加入 可能有买过像这样子的产品 可以来帮我们写个感想 那就是把它截图 就是送 就是把网址贴回 就是我们的表单上就可以了 那详情请看 就是作业表单 那大家 我Face Hour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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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制真的太累了 完了 unkDel苏 我 resonate 我也闹为了 真的 他是CR 他